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一转眼就到了秋季 秋季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季节 让人爱是因为随着我们身上衣物材料的增厚 版型的挺阔以及颜色的加深 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遮肉显瘦 但同时也正是因为衣服的颜色越来越深 层次越来越多 让小个子的女生也开始焦虑 因为更容易压个子嫌矮 上一个星期我就抽出了两天时间 把我的衣橱整理了一遍 构思了一些秋季的穿搭 今天把他们分享给大家 这四个方法既简单又实用 大家听完看完以后 别忘了回去拿出你衣橱里的单品 配一配试一试 别忘了留言告诉我 我很想知道 大家用这四个方法来穿搭搭配的效果如何 这第一个方法就是同一色系的穿搭 显高又显贵 那么显高它的道理是这样子的 因为当你全身上下从上身到下身 是同一个色系的颜色的时候 人们的视线很容易从上到下没有间隔的扫下去 在视觉上有一种拉长你身体的感觉 那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像你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同样这样一个空间 你把它做成一个开放的空间 你的厨房你的厅你的家庭是没有很多的墙 你会觉得空间很大 那同样一个空间 如果你把它隔着很多墙 隔出了很多房间 那给你在视觉上的感觉呢 就会感觉同样的空间看起来很小 那在衣服的穿搭上呢 其实是同样一个原理 当你的上身下身有不同的色块的时候 那很容易把每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的上身看起来也很短 下身看起来也很短 当他们是同一个色系的时候 在世界上就给人家一种视线拉长的感觉 可以让你看起来显高显瘦 同一色系显贵呢 大家可能在很多奢侈品牌 很多大牌服装的网页上啊 或者是服装的印照上啊 都已经体会过了 他们通常会选择同一色系的服装 给模特穿上 然后来拍应面照也好 做网页的主页设计也好 因为同一色系呢 会让人在视觉上呢 有一种很流畅很舒适的感觉 而且不容易出错 那我今天示范的单品呢 都来自一个叫做Petite Studio的 来自纽约的时尚品牌 这个品牌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设计专门 针对亚洲女性 比较娇小的身材来设计 那比如大家看我身上的这一件白衬衫 那白衬衫呢 通常呢 我们要把它约在裤子里 看上去呢 才能拉长你的腿的距离 打造腰线 这是一个最最基本最最简单 也是很多人都在穿的方法 但是呢 很多朋友们都给我留言说 我不喜欢把衬衫塞在裤子里 因为它不适合我 但是来自Petite Studio的这件衬衫 它的设计呢 它的长度就是恰到好处 我在穿的时候呢 特意把它没有塞在我的裤子里 那由于它的长短 刚好在你的胯的上方 那么看起来呢 尽管你没有把衬衫塞在你的裤子里 还是把你的腿和你的上半身的比例呢 打造的很好 那为什么说它的衣服是专为身材 比较矮小的亚洲女性设计呢 那你看它的细节 比如说这件毛衣 它在前面呢 就巧妙了做了两台黑色的虚线 那它就会把人们的目光很自然的引在这个线上 那随着线呢 你就会走下来 让你的身体呢 有一种拉长的感觉 有一种延伸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心思呢 用的很巧妙 帮身材比较矮小的女生呢 拉造了一种身长 身体自然加高的感觉 那其实呢 让自己看起来显高 好的身材比例 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因为我身高一米六四 在北美呢 算一个小个子 而且呢 由于是离形身材 那我的腰呢 比较长退 那并不是很长 所以看起来 显高 有好的身材比例 也是我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 那说起同一色系呢 并不一定要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那比如说像我身上的这一套 毛衣和裤子也属于同一色系 因为它们都属于自然色 大地色很柔和的颜色 而且这个毛衣的设计呢 我要说到它的巧妙 你看它前面呢 有一根自然的曲线向下延伸 同样的可以让你打造身体自然拉长的感觉 那你毛衣的这个白色和裤子的这个燕麦色呢 有很自然的衔接起来 同时呢 也让你的上下身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有一种身体拉长延伸的感觉 可以看起来显高 那第二个让你穿的时尚优雅的方法呢 就是巧妙的选择对你身体身材有利 可以优化你身材的时尚元素 那么说到今年秋天的时尚元素呢 其中有一个时尚元素是对我们小个子的女生 鼻型身材的女生特别友好的 那就是超短夹克 说起时尚元素 并不是每一个时尚元素都适合每一个人的 比如多年前流行的低腰裤啊 和前两年流行的oversize 超大的夹克呀 那对我来说呢 我都会敬而远之 但是超短的夹克呢 我个人呢是特别喜爱的 因为呢它可以很好的打造你的身材比例 同时呢 它这个超短夹克现在的设计呢 它是有一点点的松身的 给你穿上去的感觉呢 也很有一种松弛感 不像若干年前流行的超短夹克 让你看上去呢很紧张 肩膀紧紧的袖子紧紧的 现在的超短夹克做的都很松身 那正好符合了现在的 一种松弛感的流行趋势了 那有朋友跟我留言说 我不喜欢超短夹克 因为呢我的肚子比较大 我有小肚子 同时呢我胯比较宽 超短夹克不好看的 那其实你可以试一试 穿下面穿深色的高腰直筒裤 里面那搭呢也选黑色 那你看这件小夹克它前面呢 其实是很宽松的 所以呢它可以很巧妙的 帮你修饰你的身形 遮盖你的小肚子 那如果下面你穿一条 宽松的直筒长裤呢 也可以修饰你的胯部 当然如果你的胯过胯呢 那可能真的是不适合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这件超短的夹克呢 它的适用性的人 适用的人群呢应该是很广的 那我在穿这件短夹克的时候 如果在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呢 我会把袖子这里呢 稍微向上卷上一卷 露出大概两三寸左右的手臂 因为像我们个子比较小的女生 如果你在手把手臂露出一点点 那么就会显得人在视觉上 看上去修长一点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原理 就像我身上的这件衬衫 我也要说一下 刚才漏讲了 就是你看它其实是个小圆领 那圆领呢 其实不会让你觉得看起来身材修长 但是你看它在下面呢 又加了一个V型的设计 所以呢 并没有说圆领到这里 看起来就很死板 因为它这里又有V型的设计 又露了一点点皮肤出来 所以呢 同样的有一种拉长的感觉 所以很多服装你在选的时候 它细节上的设计呢 就很容易让你显高或者显矮 所以大家别忘了注意这些细节 那这件短上装呢 你可以把它穿的很正式 那如果你配上牛仔裤 里面配上一件白T 又可以把它穿的比较休闲 所以呢 它的百搭性呢也是很高的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调纹衫的魅力 千万别忽视了 那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专门出了一集讲调纹衫的魅力 那么在秋季呢 当然也别错过调纹衫给你带来的魅力了 在秋季选调纹衫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一些有秋天颜色的调纹衫 那比如说像我身上的这件调纹衫呢 它就有深咔色淡咔色 杏色这些属于秋天的给人一种温暖感觉的颜色 那穿上去呢有一种秋季的温暖和秋季的时尚感 那你配了高腰直筒西裤可以穿去上班 去比较正式的场合 那么周末的时候呢 你换上一条白色的牛仔裙 再换上一双休闲鞋 那就可以周末出行了 所以这件毛衣呢很百搭 而且呢我还要强调就是它的长度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毛衣的长度了 那大家看我不把它塞到裙子里 看上去呢身材的比例也不错 因为它的长度刚好是坐落在你的胯上 那如果你说我可以塞进去一点点 那因为它的毛衣不长 所以你很容易把前面塞进去一点点 打造更好的下身腿的比例 那么你看它的侧边 由于它的毛衣不是很长 所以前面塞进去一点点 不会像很多秋冬的长款毛衣 旁边就会有一大堆堆在那儿 好像像坠肉一样 它的边上呢有个很漂亮的斜线 很自然的就过渡到你的后面 没有塞进去的那部分 所以呢不管你是放开来穿 还是把前面轻轻的椰进去一点点 看上去呢都很漂亮都很时尚 那一转眼呢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方法 也是第四个方法 你要想在秋天穿着时尚穿着优雅 一定不要错过浅色的下装 那浅色的下装呢不一定是说一定要白裤子 因为秋天毕竟天气凉了 那再穿夏天那种crispy white 雪白雪白的裤子呢 在秋天呢并不适合 那我就选了两条浅色的高腰直筒裤 那这第一款的颜色呢 其实跟我后面这幅画的背景有一点点像 比它要再米白一点点 那我就觉得它是一种燕麦色 燕麦色呢是一种很高贵的颜色 穿上去呢特别容易搭衣物 同时呢也让你看上去呢特别的高级感 那我在前面的示范中呢 那套穿搭呢很适合 比如你去办公室啊就很适合 但你只要在上面换上一件 真丝的厚重磅的真丝衬衫 再配上不同的首饰 那出席夜晚的场合 比较正式的场合呢也完全可以称的出场了 那这第二款浅色下装呢我选的就是这款焦糖色的高腰直筒长裤了 那焦糖色呢可以说是属于秋天的颜色了 它让人联想到丰盛的小麦啊 飘零的落雅啊都是这种类似的焦糖色 那同时呢它跟大地色的其他颜色 浅米色深米色米灰色都很容易搭在一起 它甚至是跟黑色搭在一起呢也看起来很高级也很高高贵 那像我前面的几套穿搭呢你可以穿去办公室啊 平常出门穿 那如果你换上一件比较考究的羊绒衣 再加上一条真丝围巾 那你的穿搭呢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了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你想让你的穿搭看起来高级 那你在材质的选择上呢可以动一点点小心思 加一点点真丝的元素在里面 或者加一点点羊绒的元素在里面 那你整体的穿搭呢一下就会提升到上一个层次了 那这两条裤子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它的成分呢都是人造材料 没有毛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呢它很容易打理 你可以激洗然后轻轻的晾干 那这样的话呢尽管它颜色比较浅 你不用当心要弄脏一定要送去干洗 但同时呢它的肌理感呢又特别的细腻 那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焦糖色上面的人字纹 让这条裤子看起来特别的高级特别的有质感 这也是我一眼就看上这条裤子的原因 那这条燕麦色的裤子呢也同样 它够厚 而且呢穿上以后呢你能感觉到它会很帮你挡风 在秋天穿呢一点没有夏季那种白裤子给人一种轻薄的感觉 它呢很厚重也很垂 那这四个方法呢希望大家都回去试一试 然后一定要留言告诉我有没有对你有帮助 我真的很想知道那所有的产品链接呢和折扣吗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折扣栏里 给有兴趣的朋友呢做一下参考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一类针对中年女性的穿搭分享呢 那别忘了给我留言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那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下星期五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